这本书里有你所有的丧 焦虑和孤独 说起一个人 你会想到什么 是孤独寂寞丧 还是自由独立燃 今天 有书军要和大家分享一本来自岛国的作品 一个人的好天气 听着书名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本治愈类的书 或者是洒满鸡血的日常鸡汤 但事实上 这是本带点丧的清文学 该书讲述了一个有点孤独 有点丧的二十岁女孩之寿 和独居老太太一起生活的点滴 以及追寻自我 独立 but不然的故事 故事很日常 情节很平淡 犹如一杯凉白开 淡而无味 却一细微处 让人心有栖栖 用大白话说就是让人很有共鸣 二十岁的之寿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从小跟着妈生活 高中毕业后 就开始到处打联工 这些靠打联工德国且过的年轻人 在他们那儿 被称作非特族 是日本很常见的社会现象 这群人呢 生活没有明确目标 总是莫名空虚 害怕融入社会 时常觉得生命无意义 即所谓的丧青年无疑了 知寿就是这一号人 不过有一点 他勉强还算个有目标的人 他想去东京打工 一个人养活自己 一个人养活自己 真是太天真 妈妈瑞芝当然不同意了 且别说这东京的房租太贵 就知寿一个人生活 也不能让他放心啊 可反对无效 知寿油盐不尽 铁了心 要进京了 瑞芝实在不知道该拿这个孩子怎么办 哎 这时 瑞芝就想起了一个远方亲戚 银子 于是一个电话过去 就把知寿托付给了寡居东京的银子 银子71岁 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守了寡 一直独自生活 守着一个老宅 养着些猫过日子 这日子久了 养过的猫就多了 死了的那些就被挂在了墙上 成了装饰 或者说是纪念 别误会 有书军说的是猫的照片 这些猫只有统一的名字叫彻罗鸡 谁让老太太记忆实在不太好呢 想想 一个屋里挂满猫的寡居老太婆 和一个任性古怪的小姑娘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这是一个恐怖故事 那么 如果这是个真的小说 那么 卡 行行 有书军前面不是说了吗 故事很平淡 眼前只有生活 生活的意思就是该干啥干啥 什么惊心动魄的都没有 知寿只有在第一个晚上得到了银子殷勤的招待 之后就自由地像疯一样被无视 好吧 说的准确点就是不被重视 说的再妥贴一点就是互不干涉 银子平时该怎样还是怎样 白天刺绣 晚上编织 饭懒时也不起床做饭 碗碟堆了三天也不起 猫猫撒了一地也不管 更启人的是 猫把老鼠搞死扔在榻榻蜜上 他也当没看见 这可把知寿郁闷到了 他也想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不过毕竟年轻 没有老太太沉得住气 最后任命地处理了所有的杂事 果然 姜还是老的辣 如果听到这儿 你就想为知寿抱不平 那可就太早了 知寿可不是吃素的 这不 银子在社团里 认识了一个舞伴 一来二去 两人弹起了黄昏链 碰巧呢 知寿刚被甩 心里老不痛快了 看到银子一把年纪了 还对着镜子描眉画塞的 那心里就更不爽了 诶 凭什么他一副 越活越年轻的样子 自己却感觉为老先衰呢 于是 知寿总是有意无意地 讥讽银子看起来比自己还年轻 还故意穿着热裤 在银子面前炫耀自己弹性的肌肤 有一次还不客气地 揭穿银子偷抹自己的化妆水 还说 这个不是他这个年纪能用的 用了也白用 搞得银子那是相当的尴尬 如果你就此以为他们的关系 是剑拔弩张的 那你又错了 事实上 某种程度上来说 银子还可以称得上是知寿的 人生导师 怎么说呢 前面不是提到过吗 知寿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知寿呢 缺乏安全感 总是焦虑 在异性交往方面也总不太自信 尤其是在维系两性关系方面 从来不会太长久 所以每当知寿感受到生活的虚无 存在的无意义时 他就找银子 要么找他麻烦 要么找他吐槽 而银子呢 对知寿的攻击 挑衅 要么装傻充愣 要么一笑了之 但面对知寿的迷茫呢 这银子啊 总能蹦出几句金句 像什么 欠不进母子 才是人之常情啊 欠不进去的 才是真正的自己啊 世界不分内外的呀 世界只有一个之类的人生哲言 那么 这些人生哲言 对知寿有起到什么作用了吗 对不起 又让你失望了 并没有 毕竟大部分人的生活不是励志剧 而只是生活 所以 春去冬有来 知寿的人生还是很丧 不过 我们从某些细节上可以看出 知寿还是有改变的 比如他对银子的态度 比如他改掉了 偷拿别人小物件的毛病 他也开始有了朦胧的想法 我想做一个像样的人 度过一个像样的人生 在新的一年 知寿在新的工作转正后 鼓起勇气 打算一个人生活 不再去依赖于银子 知寿一个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像一个人的好天气的标题一样 总是好天气吗 听听知寿怎么说 我既不悲观 也不乐观 只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 迎接新的一天 一个人努力过下去 是的 努力过下去 即便现在天空晦暗未明 难保明天不是一个好天气对吧 这估计也是作者青山七会 想要通过这本书 传达给当下焦虑迷茫的年轻人 最重要的观点吧 其实就像知寿一样 人如果缺少了目标 就难免会跌入 丧的情绪中 而人生能否变得有意义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是否选择好了 适合自己的职业 想知道如何找到 有成就感的工作吗